我以为正常到该直播了呢 我们有时差 我们这边已经到九点了 是啦 现在在那个冰岛 有点时差 有一点点时差 所以会早一些 我也没洗漱 没事慢慢洗 慢慢洗 洗这么早 在哪儿呢 在长沙 鬼戏 在长沙老铁门 在北京啦 为什么会在北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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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都甲多 哎呦我在成都啦 在成都啊 还能在哪里 还能在哪里 找那个皮皮猪吃饭呢 我昨天以为吃饭应该是大概六点钟吧 对啊 对啊我们早上十点钟就起来了 六七点钟吃饭吧 然后你鼻鼻猪 鼻鼻猪 铺定一下 铺定一下 我们早上十点钟起来 来恭候这个皮老师的这个调遣 这个调遣 对不对 想着十点起来 总不会收不到消息 对吧 总能就是吃成这个饭 结果 皮老师刚刚才回我 他巴流才醒 我的妈 还没洗漱啊 还没洗漱啊 他现在还在洗头 我想说等一下我们出去可能要十点 我们提前拨一会儿 等会出去见面再拨 对啊 坐车 坐车 见面的时候再拨 哎呀 说我们了哦 我真是 他刚那个什么 他刚醒 现在还洗头呢 对 我本来刚刚八点钟 我说行我说我出发吧 我说我出发 我们到你那儿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他说 他说你慢一点 他说我还没有洗头 我洗个头上 头疼 真的 我们特主病 是啦 昨天播了四点钟 哦 那是怪不得 比我们的作戏还要厉害 对啊 是吧 根本十年钟起床了 晚上播 晚上播 晚上还播 晚上 什么晚上 哈哈哈哈 当然播了 Ready Faith knew 对呀,那就是我们 千讽万讽,没有讽会 我们有计划来成都的 敏敏怎么办 交我们朋友了呀 敏敏回娘家了 嗯 说她 对,她也不自己洗头 他还要出去洗头 他去礼拜店洗头 没请假没请假不请假 想说等一下 因为我们等会要出去吃饭 那我们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再接着播 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搞完 我觉得我九点钟 我如果我不提醒 我九点钟 我真的没有办法准时播 出不去今天 对 你看现在的八点半钟了 他洗完头 我觉得得到快到九点钟 然后我们出门 我们出门在路上九点钟 我觉得就准时不了 就准时不了播 那就还不如提前播一下 反正我们现在没试做 装修怎么样了 还行呗就那样呗 也没什么新的进展 都忙啊 今天早上那个 给我们装那个投影迪支架的人 打电话给我一顿臭骂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那天我肚子不舒服 我下去拉靶子了 但是那个设计师跟吴老师 他们俩商量完了之后 我改了那个位置 我不知道我就问他 我说我 我不是说放在后面吗 怎么搞到前面去了 他说 然后他说你给我个电话 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 我说好 打过电话他就说 他说 是你们让我们装在这里的 他说他说你早上给你打死电话 你都不接 两个电话打一个 一个都不接 一个都不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人家我按这我就按这了 你去看看你行不行 我说我问一下吧 如果还是试着也 不是好吧 嗯 搞什么造型啊 你出去吃个外 搞什么造型 对啊 又不是参加晚会 还好昨天前夫 再比较直播间 我们其实昨天晚上就到了 嗯 我们昨天晚上就到了 昨天晚上这里下这个大 下大雨 在成都的人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这里下下暴雨 雷公 雷公店母昨天晚上下暴雨 你知道我们 你们知道我们昨天晚上下暑 真的下暑 雷暴雨 那雷打的跟那什么 你今天的视频你保存了没 那雷打的跟他在放边似的 很大声 今天没有一起拍视频啊 今天没有一起拍视频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是闹鬼 还是怎么地 他就是到了晚上之后 那个灯就会一直闪 他后来问了一下 他说是因为停电了 很吓人 老天 很吓人 没有说今天要拍视频啊 今天只是肩膀吃个饭 昨天没有啊 昨天我们下午晚上才到 对啊 就没有预约了 就是要提前 你提前说嘛 你不知道吗 昨天好吓人 问一个什么问题 问一个什么问题 超级大 我们两个昨天 我的妈呀 就是睡到半夜 我昨天睡得早 睡到半夜 被那个雷声打醒了 好那个 老天 被那个大的雷 对吧 我们睡到三四点钟 被雷声打醒了 看我拍 看演出拍的视频里 没有 没有 今天没去看过吧 今天就到处逛了一下 去看了一下 那个什么快窄巷子之类的东西 嗯 就跟大家讲 的时候 什么啦 我想搜一下那个雷给大家看吧 我记得我好像点了个赞 要十点前 你说的晚上十点 还是早上十点 什么 早上十点前 就得去看熊猫 那我真的是 那我无聊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那么早 要排队呀 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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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什么 有露脸的吗 你说的是那个 是那个问题吗 是什么呀 是那个演出吗 那 有演出吗 哦 要排队呀 我五点钟起 我排队 只有花花是 哦 他们受不了热 啊 热了就不营业了 他们我看 昨天说的老花花超过25度 还是26度 他就会进去休息了 啊 太早了 吃完早饭就回去睡觉啊 那不看了 那我不看了 啊 晚上看看别人呢 半夜 花花太红了 是 花花太红了 演出照片 谢谢别抢我 别抢我 不要抢我 合照 他不一定上班 是吧 哦 戴口罩照片 之前不是说过吗 那个照片太丑了 没放 没有想发 对 那照片拍的不好看 那照片不好看 照片不好看 你说的是视频还是照片啊 就照片之前 这好像跟大家说过 那个照片 就我拿着花的那个照片 是吧 嗯 是vlog是吧 可能是有 但是太久远了 我可能会删掉 哦 你演出的视频 对 有露脸 对啊 但我可能会被我删掉了 是吧 因为过了很 过了很久了 Vlog里面那些片段是吧 哎 真真是好像删掉了 那就是两年前了吧 一年前了吧 哦说照片是吧 那个照片就是真的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想发出来 但是实在是有点 确实有点不好看 就是可能当时拍的时候就是 都是那种就是那种 从上往下的那种光 脸上坑坑洼洼洼的 就全是黑一块白一块 爆汗 是 爆皮 就没法 对 其实但不想延迟 没延迟吗 还好 有些演戏的视频吗 哎呀我这个真不知道 这个我真要找一找 有真的有可能删了 嗯 对我没法保证 我真没法保证 可以找找 我可以找找 我试一下 可以找找可以找找 因为 那个时候我都还是用在用ipad剪吧 是 对吧 那个时候我都是用的ipad 嗯 ipad内存总是不够 所以我就会删掉 好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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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了是吧 okok 那个ok 怎么提前直播了 快来个米狼牙回答他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 本来是约比老师吃饭的 比老师起的有点晚 嗯 然后现在洗头 然后我们等会 如果就是说 等会要出去的话 可能在路上九点钟 没有办法准时播 所以我们就先提前播了 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老师别说他程度注意肠胃了 昨天吃了个东西 一定要告诉大家吃的是什么东西 叫什么什么干锅 什么干锅 什么情妹妹干锅锅 我说 毕业照有吗 我都没拍 我哪有啊 我都没拍 我们今天学校发那个毕业照下来了 发现了我找半天 我试试怎么没有我呀 但是你又没拍哪来的你 不知道 不好意思 老师吃那个干锅 酷酷拉肚 从昨天晚上拉肚拉到今天 昨天半夜拉肚拉肚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们昨天 而且还是我们朋友推荐的 他说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来了之后 我们就去吃 你知道吧 我说实话味道真的一般 但是有很多人 嗯 然后吃了之后 我们两个酷酷拉肚 嗯 嗯 我看看叫什么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通知我了呀 通知我了呀 但是我没去 但是我没去 你说呀 他们班上一共30个人 去了10个 只去了10个人 其他人都没去 然后跟我关系 他比较好的姐姐都没去 所以我就算了吧 你就专门去趟 也没有什么那个 没什么作用 浪费时间 对自己肠胃没认知 哎呀 服务了 服务吃 问题是真的不好吃 我不知道 第一口还行吧 其他都一般 秦妹妹 对秦妹妹 干哥哥哥 你们饿吗 也还好啊 我刚才吃了个面包 还可以 叫什么我忘了 好好吃啊 只点了一个外卖 就是 就是 就是有一个评价很好 我点了一些试试 它里面有个咖喱鸡肉 贝果 妈呀好吃属了 看什么呢 查搞呢 秦妹妹 我今天 今天我们是早 早上起来专门去吃了个早饭 然后又睡觉 秦妹妹 秦妹妹 不好吃 不是 海拉肚 哪家 不好吃海拉肚 这 这个面包叫什么 我看一下 你看吧 我先吐槽一下这个 好 秦妹妹不好吃海拉肚 蠢吐槽吧 真的不好吃 真的一般 真的不好吃 老铁 打电话给朋友 你骂他 你说你凭什么给我们推荐这个 真的不好吃 气死我了 老铁我们好不 问题是什么 我跟你们讲 待会还会播的 待会还会播的 我们是干什么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没吃宵夜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们 如果是我们昨天晚上吃了宵夜 我们肯定是就是说 说不定是 拉肚子是吃宵夜的那一顿 对 但是我们昨天听话 我们想说今天早上我们去吃个早餐 所以我们昨天早早就睡觉了 早早睡觉了 早早就就是 我一不吃宵夜 我早早睡觉了 老铁 半夜被那个雷声打醒 雷声打醒就算了 这个房间 那个灯 那个灯给我一闪一闪的 我们我们俩晚上睡觉 我马上都快睡着了 他走廊的灯突然自己打开了 吓不吓人感应灯 老铁感应灯 我今天去看了 那一帽间那是个感应灯 夏暑 是你人人走到面前他才会亮 夏暑了老铁 我都快睡着了 他啪一下就亮了 我一下我就坐下来了 然后老婆说怎么了 我说你看那里 他说啊怎么回事 他夏暑了我跟你讲 我这夏暑了汗都冒出来了 我们在床上躺着睡觉 因为我 因为我订完这个酒店之后 我去搜他的评价 有人说闹鬼 我不以为然 我说怎么可能 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我突然 他突然就坐起来 他说老婆 我怎么了 他说老婆 你看看那边 我一看我说有个灯怎么开了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了 真的吓死了 他说我不知道 老婆 这个灯怎么开了老婆 我说我去看看 我冲口去看老铁 衣帽间的灯自己开了 对 那个衣帽间的灯 我说衣帽间的灯开了呀 他说啊 为什么衣帽间的灯会开呀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就把那个门一关 老铁我把那个门一关 然后 然后他就说 他说这个不行 这我也打个电话 一个其他明天给我换个房间 对 太吓人了 我是这闹鬼哪能住啊 对啊太吓人 打电话前来 不好意思 刚停电了 我这不好意思刚停电了 就是刚来电 刚来电 打雷打雷刚停电了 停了一下电 刚来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说干什么 我们睡觉的时候老热了 我真气数了 老铁 我晚一天来 我都不会就是 受这个罪 是 我老铁正正好好 正正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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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说成都已经很很久没有就是说这种雷爆天气了 对 你们知道吗 昨天一个雷真的很吓人 真的很吓人 真的很吓人 很大声 很大声 被吵醒了几次 一直打到半夜四四五点钟 那 成都有气氛甜是吧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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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苦不拉肚 不能吧 买不停那个特别难喝 哈哈哈哈 踩雷还是你们先踩 哦天哪 哦天哪 哦 本来我们也踩的雷 你们给我们先踩了 哦 下次我们有什么想吃先让你们去吃 先告诉你们啊 先告诉你们 就骗你们说特别好吃 先告诉你们 哎呀主播怎么会受吃了 有点拉肚子 我说啊应该的应该的 那都怎么我就不去了啊 啊 幸亏长沙没有 哦 幸亏长沙没有 哈哈 幸亏拉肚 为了老实力在 为了老实力在姑姑拉肚啊 啊 那我买两杯给别人喝 只拿这个事 早知道刚才去搞一头 刚才搞了 现在挺好 什么出门前搞的 镜子那是 那是 下巴子用不了 出门前搞 七叔 在成都啊 在成都在成都 在成都 哦 刚才 刚才那个面包店叫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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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喝七分年的 bread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面包啊 对 应该是的吧 他应该说是七分年出的那两款 不好喝 嗯嗯 不是说他其他的 我也喝过 我觉得还行 我怎么没喝过呀 我不知道是哪有的 反正我肯定喝过这个东西 长春没有吧 长春是那个吗 三文巴斯 不知道 不记得了 三文巴斯是七分田吗 没见到呢 他都还没那个什么 洗没洗完头呢 对啊 王总忙啊 王总 一个王总 哎 王总吃饭吧 你们呆到什么时候啊 我说呆到这个时候 他说好的 我说看你时间吧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说去吧 他好的好的 都忙 你不是做网红吗 是啊 做好不一样 七分田是七分田 三文巴斯是三文巴斯 那我们俩喝过三文巴斯 七分田了 也没喝过 是啊 嗯 啊 忙啊 忙点好啊 我们待会不穿情侣装 应该 今天不拍今天不拍视频 今天不拍视频 就就吃饭播一播 直播一下 天都黑成这个样子了 忙点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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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赚米呢 忙着赚米 忙着这个 你看我们就忙着谈恋爱呢 嗯 是不是忙点好 忙点好 哎 我只气醉 我还是很生气醉 吃那个鬼东西 气死我了 我们其实昨天都没告诉皮老师 我们昨天到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直播啊 万一透露我们的就是 不是你要提前说人家还有时间 那个 对啊 对啊 你不能到了这里跟他说 哎我今天到了 我们出来吃饭吧 对啊 皮老师说你们跟他在一起不设口 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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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可能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就是 可能比较就是 别熟了 嗯 林埋林比较多 对 都江燕 远不远呢 都江燕 都江燕哪 不知道啊 这两天不会有很高大的水位吗 因为 昨天不才下过暴雨吗 不知道啊 I don't know 青城山我知道老铁门 青城山他们说青城山有个温泉 想去泡温泉 是啦 有个温泉 有个温泉 下雨 下雨天 路滑 山起滑火 很近是不是 这么热泡温泉 现在不是很热了 青城山要爬呀 那我不爬了 啊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那个就是 缆车 缆车呀 上山 有缆车吗 有没有缆车啊 我也坐缆车 我也坐缆车 呐呐呐 呐呐呐呐 Hollow 熊猫谷是什么 熊猫谷和那个熊猫 那个公园不一样嘛 熊猫谷 那熊猫谷 开玩笑的啦 这么热啊 不会泡温泉的 脑前塞 会中暑吗 你晚上泡吗 晚上泡你不会那个什么吗 晚上也老热了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房间里开空调 但是我可以泡温泉的那种地方 那不是浴缸吗 开15度的空调 那不是浴缸吗 那我火箭白刷了 为什么 抓个皮老师了 抓个皮老师了 你这是 你跟他提的什么要求 我今天去我给他那个什么东西 我今天去 我很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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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给我们俩进鞋带 不是 我很喜欢他 这是 他说什么 要回本的 提的什么要求 让他多照顾照顾你们 好 我今天我吃饭我都不动手 我要是给我夹菜 我要看给我味道我俩嘴里 好 这样拿两个手 这样 好啊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谢谢亚比老师 那你回 那你那个搞回来 吃了 吃不吃了 你得吃个什么呢 吃贵货 试说 吃什么东西 日料 日料贵一些 什么日料不值 但你 贵也那是 但贵 这几分钱 吃的也不好 是吗 吃什么 黑珍珠 黑珍珠那种 就是的 全是 老铁皮老师那个刚刚问我们吃不是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螺什么甜螺 老铁叫什么螺一查老铁全是辣肚子的 我说我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已经已经在拉了已经在就是已经小杜已经在害怕我看到小龙书都是差评都是都是那个什么对但是大部分的人说的都是什么以前很好吃但这两这两年因为网红店所以变难吃了做成网红店所以变难吃了是吧谢谢谢谢老铜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边看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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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可能是我长得让人昏昏欲睡吧 别搞鬼头发的警告 这样挺好的 有个树叶子 有树叶子在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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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树叶子 挺好的 你俩吃什么布拉 你别瞎说 我们两个其实 很好 卫星的已经很好了 谢谢ZM老师的爱你啊 也没有 我们卫星的已经很好了 知道吧 熊猫我可以偶遇一个散养的小熊猫 小熊猫是那种黄黄的是吧 啊 小幻熊小小的 不是小幻熊 就是小熊 就是差不多是小幻熊 小熊猫 就是那个谁呀 叫什么 嗯 美美 美美 是叫美美吗 美美 那个电影啊 那个熊 那哦 迪士尼那个 他那个太大了 小美 我们俩只是个吃白米饭 别说了 他说天后不来吃 对呀 所以说我们说不吃那个呀 我们不吃那个 我说 我感觉皮老师应该不怎么出去吃 我说我说有没有别的选择 他说海底捞可以吗 我说你这说什么呀 哈哈 海底捞 我说你这说 谢谢 在成都也还要吃海底捞 我说你说什么 我说 我说你是不是 我说你是不是不怎么出去吃东西啊 我说 他说是 看得出来 能在成都选出一个海底捞来我的吗 嗯 嗯 啊 点点麦登牢是吧 我也我想也是 八点钟起来 吃个麦登牢 这是我 是不是 还洗头啊 还洗头 是不是 买 已经时间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 太辛苦了 是的了 是的 周夜店倒了 我四点钟给他发消息 我四点钟给别老师发了消息 熊说皮老师今天去哪吃几点钟 半天就回 看得出一直皮老师在专注的事业确实 确实 确实我问他现在住住住那个房子 应该是他自己买的 少是造谣 哈哈哈老是胡说八道 没有我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在成都啊在成都啊 我昨天我昨天晚上 我们不是托子啊 老弟们我跟你们说 我我昨天晚上那个昨天晚上被那个雷声吵醒之后 我就去我就是那个微博 我搜那个成都搜那个成都 我看到那个就是微博上 我一刷就有大概10秒钟吧 10秒钟就有80条新的微博 就是在吐槽这个 雷声的雷声 就是又很亮 又很那个 就是什么的 很吵 皮老师心里只有夜神月 跟我们一样 我们的心里除了对方 就是米老眼 不好意思 天心五七雷 金金老师的小猫 感谢 感谢五七王姐姐 感谢五七王姐姐 都把他带着 哎呦 对啊 嗯 是了 你见过大江大河了 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 你昨天打雷也被吓到了吧 是吧 是不是 就是啊 闭嘴 哈哈哈 说了 别说闭嘴 不要说了 有些话藏在心里就可以了 藏在心里就可以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就为了让你说就啊 中套了 哈哈哈 你给扔了 哈哈哈 跟人扔了 没有 还没给我发消息 把一中圈套啊 做到我的屁股啦 做到我的屁股啦 还好我刚刚没出门 对啊 我那还好 刚刚没出门 现在得为为热 对啊 我刚刚说 我说 他和我消息说 那我说 我说我们现在出门了 你你这8个小时吧 他别出门 别 别 I need to wash my hair I need to wash my hair 我人是还可以了 人当然很好了 还可以了 人还可以了 是啊 准备就是说 因为花姐 他也就是说 也没有见过熊猫嘛 对吧 想大家见一下网红 网红见网红嘛 是不是 感谢 感谢酱油宝宝 就是你想 他也叫花 对不对 对 那网红也叫花花 是不是 花花见花花 同是花家人 同都是网红 我们不吃兔子 我们不吃兔子 我吃啊 兔子很好吃 你不 你啥是吃 我兔子 你上次就同 朋友就带我们去吃过 感谢麦鸭头 对 那个朋友带我们吃 是那个麻辣 麻辣兔子 兔肉 老好吃了 吃起来跟那个 鸡肉一样 嗯 但我不吃兔子 我不知道 我上次也试了一下 真的不好吃 挺好吃的 很嫩 兔头我不敢吃 但是我就是我吃的是个麻辣兔肉 老天 麻辣兔肉 兔头我不敢吃 我看 我觉得不好吃 我觉得他兔头比鸭头要吓人一点 所以鸭头我敢吃 反正我上厂 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肉的那种质感 就是吃起来 很嫩呢 那是你觉得 我在说我觉得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不好吃 哈哈哈 就是很 我要是就是说 就是很像在吃那种 人肉 你吃过人肉 哎 就崩 就很像吃人肉 大概就这个部位 怎么可以吃兔兔 是 就是很 哏的那种感觉 怎么可以吃兔兔 有没有在成都的 我刚看到了 武器人王姐姐是成都的 有没有好吃的东西 求求你推荐一些 就是说 好吃 但是不拉肚的 老姐 推荐一点 成都的老铁 好好推荐一下 不好吃 我剔头来剑 听到没有 不好吃 我这塞在他嘴里 对 都让他吃 你怎么知道呀 你怎么知道呀 丫头 丫头很好吃 丫头真是香绝了 是 确实 确实 有很多小吃 兔腿 听到是 兔腿感觉也还可以 烤酱我吃过呀 但我 搜里他们说他们家除了烤鱼什么都还行 什么乐园 烤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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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石烧鸡公 潮氏鸭博 长沙也有 但是差评好多 朱光玉是什么 不知道 全鸭咽 那应该去那个北京吃吧 对 你有搜到吗 不不长沙有一家 潮氏鸭博 常常上 但是不是很辣吗 有两家 你没有 你不敢吃 对啊 我点那些 差评老多了 全是差评 说 除了辣没有别的味道 就是他水煮菜根本不入味 然后那个面也死辣死辣的 哦 但我不知道成都的是什么样 我之前还特别想吃呢 好 我等我先挤几个 查一下到时候 烤酱不用挤 我挤在骨子里了 平洁火锅 朱光玉是火锅是吧 好 这个名字蛮多的 朱光太原也有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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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呀 光 冒烤鸭 波波波鸡叫什么名字 四妹波波鸡 啊吃草是会拉脖 不是 拉肚 波波鸡 什么吃草是会拉脖 我老子里我老子老想拉鸭脖 什么石灰石烧鸡工 石灰石 石灰石 烧鸡 OK 非得吃鸡吗就 波波鸡又烧鸡的 潮湿又吃都是吃琴类呗 成都人就是爱吃琴类 兔子不是啊 建设路小世界好 建设路 哎我搜了人家都说不要去 好不去了 人家说去的就是浪费生命 那不就跟那个长沙的太平街 太平街小吃街一样的吧 昨天去那个什么宽窄巷子 今天去那个宽窄巷子 六代真是 昨天晚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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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去的那个 昨天晚上去的 宽窄巷子真是踩雷 对 大家如果来玩真的不要去了 冒枪 冒枣 冒枪 你倒是干嘛的 喵喵喵喵喵喵 波波鸡不是鸡是什么东西啊 波波鸡它 波波鸡它就是不是鸡 波波鸡不是鸡 哦 我们不敢去太古里 我们俩太土了 我怕别人笑傅我们 人都是朝人去那个地方 我这样过去人不得吐口水 什么样的都可以来泰国里 泰国里不是那个熊猫底下吗 那是IFS吧 那是IFS 我不知道应该就在那一片吧 我之前去那个北京的也是三里屯 在楼下走 真是 我也是 吵死了 我去那个北京 吵流死了 我去那个三里屯的时候 老铁 老铁我之前去北京 我去三里屯的时候 还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就是只敢在里面逛一逛 我也没有钱 然后我也没有就是消费 我进那个潮 我有一次进那个潮牌店 就是三里屯那个潮牌店 我一看 我看一个帽子 我看一个帽子还挺好看 我看一个帽子挺好看 老铁八百 八百米 八百米 一个潮牌店 我进去看一下 然后我就跟我大学那个女生朋友 我说你看这个帽子要八百 她说啥呀 什么东西快走 我是好吧 走走走我就走了 跑走了 跑走了 都挨着是吧 就在那边说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 还得得下水 甜水面 嗯不喜欢吃甜的我们 甜水面甜吗 我们昨天吃了那个 吃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干锅里面那个凉面都是甜的 哦难吃鼠了 难吃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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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是什么量大 最好吃就是量大 这么大一碗 但是是甜的难吃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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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 不好吃 男人七十会搭配 就是你呀 甜水面不是甜的吗 连你那是什么呀 是吗 我没穿动作鞋 甜辣的是吧 辣的 辣的呀 OK 我们昨天去那个叫什么 我们昨天去那个就是那个宽窄巷子 啊 我感觉里面80%东西都不是成都的 巨多人 巨多人 感觉里面最80%都是那种义乌啊 义乌产的 义乌货呀 普田货呀 啊 就是这种 挺辣口 去行那尝尝吧 嗯 尝尝吧 没有啊 他还没洗完呢 我估计他是要做造型还是什么的 嗯 宽窄巷子是个拍照啊 太多人了 这不就是两个巷子吗 你拍怎么拍都会有人 太多人了 而且昨天昨天下雨 嗯 昨天晚上下雨 你们知道吗 买了好多纪念品啊 我们怎么没空 不会碰到什么纪念品啊 纪念品都是义乌货 都是 我敢说都是 你去那个拼 你去那个拼滴 你去拍照石头 你一搜出来保准 这两块一块的 十块钱六个 真的 我以前上过这种当 我去旅游也试着 在那里地上 死买的是一种纪念品 完了回去就在网上看着了 打包价 一块钱六个 我花十五块钱 我买一个 我去掉了死呢 哎呀好看 少说 买了再等下 明天坐飞机了 整都贵了 哈哈哈哈哈 不要多想 对 你买就买了 不要多想 对 买就买了 买了就不要多想 对 我以前在那个 你还好意思说 我以前在那个重庆 重庆 就是人家都在买纪念品 你知道吧 买这买那 我买什么 定制短袖 一个橙黑色短袖 上面印两个字 重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在重庆 才可以买这样的衣服 我就很想说 我说其实我在 我在太远 我也其实也买得了 那个某宝上面 定制短袖 那种企业文化 定制短袖 十五块钱一件 印花 批八价五块 对 买的就是个气氛 对 买的是一个这种 嗯 就是你还好意思说 我小时候可小 我怎么了 你 你就是这样子的 我又怎么了 你好意思让别人 你不要买 但我昨天买到了 你不要买 你少买 你不要买 但我昨天买到了 一个好东西 我一下就搞出来了 我最喜欢的 一个吴老师 我今天路过 我路过 我一下我就看了 我喜欢的不得了 我就说抽一下 我老不是别抽 你又抽不出来 手那么臭 我说不行 我接着抽 我接着抽 我说都换了一个地方了 我手还能那么臭 他说你不要抽 你不要抽 我说我就抽 我就是他 那你不要抽 不要抽 我就抽 我就抽 完了我就抽了 有个吴老师 有个吴老师 买太可爱了 一模一样 你摆一个 你看这小手 看见没 太可爱了 喜欢手 可爱吧 一发入魂 其他的我都不喜欢 我就喜欢这个 哎呀 大隐藏是一个猪咪车车 他为什么会画出来 哎呀 这个我也喜欢 在咸鱼上买 咸鱼上买 咸鱼上买 好一个吧 哎呀 老婆 老婆你看 一般 哎呀 到哪里 躲得了纪念品 躲不了盲盒啊 真是 不知道哪没有 这个是噜噜猪 噜噜猪 噜噜猪 地上是咪咪 地上哪有咪咪啊 哪有咪咪啊 这是咪咪啊 这是咪咪 咪咪 咪咪来 咪咪 过来 哎 狱卒 东郊记忆 干嘛的 你也真乖咪咪 咪咪不说话了 你如果真的手特别黑 我建议你在那个咸鱼上买吧 如果你喜欢的不是那种热门款的话 哎我鞋扔了 我就一直鞋了 你无所谓啊 你这只脚你又不能放在地上 你这只脚也不放在地上 你自己不穿鞋啊 你这只脚也不放在地上 你自己不穿鞋啊 我万一要放在地上 我万一要放在地上 万一要放在地上 我鞋扔了 无所谓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我今天早上 我不是我们不是去吃了个早饭吗 趁早上回来又睡一小会儿 睡那一会儿我做噩梦了 我活了这么多年 老铁活这么多年 史上做过最恶的噩梦 我真的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我就出来之后 我醒来之后 我就出虚汗我身上 我那个被子下面都湿了 这是一个人型 出汗出的 有没有人想知道我做的什么噩梦 都不理我 他们都不想听 没事 那咱就不说 行 说吧 就是我睡着之后 我说哎好 就睡着之后 我发现我跟吴老师 我们俩都被溜的呢 溜的溜的 吴老师看起来就特别不开心 很难过 很难过 看起来就是也不是很难过 就是拉了个死的脸 能懂那个意思吗 对 就一直拉了个死的脸 我就老问同事怎么了吧 怎么了吧 他老不说话 他老不说话 我说我也 我也没有招惹你吧 我就可以反思自己的行为 也没有 完了呢 就继续走走走走 好 然后突然一下到晚上了 到了晚上之后 然后 吴老师说 你没有觉得你忘记了什么事情吗 我就是 我说没有啊 我就从这兜里把这个手机掏出来 我一打开之后 我一看到上面的数字 我就是浑身冒冷汗 就是那个寒毛这样竖起来 因为上面写什么 4月16号 是不是 4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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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马上就是要过去了 就是已经很晚了 马上就要过去 过了4月16了 完了呢 我老师在旁边说 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生日 我说没有 没有爸爸 我就是要撒谎 一些这个本能 我说没有没有 有看到怒火 这可视化的怒火 我说没有没有 我说我给你买蛋糕有点问题 怎么怎么的 我一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可能也是身体本能 我一边说我就跑了 我撒样子我就跑了 完了呢 我一回头 吴老师拿把水果刀 这种水果刀 这样 这么长 就尖的 在后面是这样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看过那个什么没有 看过那个 鬼娃恰吉 就是那个鬼片 是这样 就在后面 就这样跑 还是那种老头跑 你知道吧 就是很诡异 就是拿着这个追我 追了我好几条街 我在那边疯跑 然后旁边都是那种路人 我就说我说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能不能帮帮我 他们都说 他说你活该 你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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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跑了就跑 吴老师拿刀就这样 哎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娃娃 我记得 对 妈呀 哎 等会儿 真不吓死了 老铁们一模一样 就这样 就这样子 会不会这样 我先被封跑 然后跑着跑着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 我看一下老婆 还在那个睡梦中 吓死 谢谢鸭米老师 干啥 让她坐跑着跑 好 那我先跑 最晚被吓到了 吓死了 我说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 我会这样子做的 真受不了 这不会老婆 不会的 怪不得早上起来了殷勤了 老婆尿不尿尿 我爸你要吓死了 老铁 乖乖的老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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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做的噩梦 啊你需要早餐做的噩梦啊 对对你一情的时候每天都会的 哦是确实 确实今早吃早餐 回来又睡了 我没睡了一个多小时 就睡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做了个噩梦啊 他吃早餐的时候这样子摸一下我 我我现在睡觉我睡觉 我再点三 因为昨天晚上雷声太大了 对我再点三睡的 他摸一下我说 他又摸一下我 我又是做梦 我又是做梦 做哪种梦 他又摸 我摸一下 然后他就把我的耳塞拿了 他来我耳塞拿一个 包包 他说 起不起来吃早餐 起不起来吃早餐 我说 我都可以 你吃不吃 他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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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每次吃什么 很喜欢 就是 其实你早上是不是不想吃的 你期望我得到一个 就是我说 我说算了吧 继续睡吧 你说 行 你是不是渴望得到这个 是 但没有 因为我昨天晚上太饿了 我自从晚上吃完 那个辣肚子的东西之后 晚上 低 低凉未尽 我半夜 我就四点都被吵醒之后 饿的 我就是因为我病了 我早上下午 我设不了 我说真的 我要去吃饭 我就说宝贝吃吃饭 吃不吃找换 他说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我说 你吃吗 你想吃吗 你想吃吗 我都嫌 你都嫌 嘿嘿 每次说这种话 他真想吃 他是什么 爸爸吃起来吃早饭吗 嗯 行 啊 他们说 回笼教确实喜欢做噩梦啊 是吗 可以要求换个房间 其实也行 我说实话 那房间干嘛 就是因为做噩梦了 你就是说我这房间我不舒服 你免费升级一个套房吧 那是 那是最好的 那是更好的 哪里套房 免费啊 没有套房 没有吗 最好是有个总统套房 那也可以啊 你要我看了 好像要 我估计的了 反正巨贵 那也可以啊 可以可以小小升级一下 不管是随便式的价格 因为没有人会住 哈哈哈哈 可以小小升级一下 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呀 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都是这个样子的 哈哈 风水不好 我也听说了 他这个酒店风水不好 是吗 但我都是听完才知道的 Feed myself Feed myself 回消息了 怎么了 给我发了个订位 这是在哪儿啊 五环 我现在知道皮皮猪在 猪猪在哪里的 完喽 完喽 找我一个网红的把柄 哈哈 看一下 还好 不是很圆 不是很圆吗 嗯 妈呀 成不圆 哈哈 不在和业吗 这还在成都吗 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哈哈 哈哈哈 假装说自己在成都 是其实在那个郊区 皮老师 皮老师 我们现在要坐车 去渡江宴了 对 要坐车去穿藏那边 哈哈 哈哈哈 就是别偏一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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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现在播就是说一会儿要坐高铁 他没信号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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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要打客车 嗯 嗯 反正也是我们只是去吃个饭 那个就是 对啊 可能去他去去他那直播一下吧 嗯 这样直播一下 晚上不玩 而且为什么总问我们要不要打扮一下你们一线我们俩看起来很邋遢 皮皮猪会他会很帅吗 上次我们不见得吧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上次我们见他是蛮帅的蛮帅 是真的帅 真的 皮老师真的帅 打扮了一些打扮 小小打扮 很帅的 皮老师很帅的 真的很帅 哎 没什么好打扮 见朋友什么好打扮 嗯 这洗头是一个很尊重的很大的尊重 对啊 我们都洗头了还能怎么样 我们两天没洗头 洗头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了 哎 没有的没有的 没有的没有的 没有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比的不是我们比的不是颜值知道吧 我们比的是就是两个人的爱 我们比的是人数 比的是爱情比的是人数 对 晓不晓得啊 去重庆啊 再下次吧 下次吧 虽然说离得很近 因为还有好的事情没搞完 忙的 每天都要忙些什么 而且这是这很奇怪 有一些事情吧 在你离开长沙之后 就像山一样堆过来了 嗯 这都是旅机 没有啊 只有艾美老师一个人愿意说实话 你们这些人真是 好了我们过去了 我们到了再给大家播啊 我们到了再给大家播啊 嗯 是吗 那我现在穿个皮衣去吧 我们去 我去 我去穿她的衣服可以啊 我们可以去偷她的衣服啊 可以偷她的衣服 然后第二天 皮皮皮皮皮猪老师 一打个机 一会空啊 嗯 我们心里想装这么满 对啊 他和王总一个小区是吗 哇 都对了好 想偷谁的衣服 偷谁的衣服 对啊 半个小时好像是20多分钟 哦 有衣服 也都 20多分钟 老铁 嗯 20多分钟 我们先我们现在赶紧去 大概20多分钟 一般吗 他这个地图显示的 大概有 七公七七八公里 七八公里 拜拜 20分钟 拜拜 好吧 嗯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嗯 下播了 拜拜